就糖尿病的目前来说,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坚持按食用药或注射胰岛素,还是要同时改善生活习惯,管理好饮食方式,更有助于血糖长期稳定,降低病发症的风险。 尤其二型糖尿病患者多数有肥胖的情况,其中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导致肥胖和尾巴血糖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少糖尿在改善饮食习惯后,血糖能得到明显控制,有些早期患者甚至只通过单纯控制饮食和时当运动锻炼血糖就能恢复正常。 不少糖尿也希望只通过饮食就能改善血糖,减轻降糖尿带来的副作用。 可喜可贺,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改善饮食方式可两型糖尿病。 近期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一个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使用更多富含纤维的食物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来两型糖尿病。 其中15种菌群特别有效,这有望成为预防和代谢性疾病的一种新的生态学方法。 针对这项研究,科学家挑选了糖尿病患者进行小组实验,发现高纤维饮食组的患者血糖水平比正常饮食组的患者血糖水平调节更明显。 高纤维饮食组中91%的患者,达到了调节血糖的目的,而对这组的血糖水平有效率只有50%,同时,摄入较多纤维的患者血脂更接近正常水平。 体重明显减轻,高纤维饮食是如何发挥对血糖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患者体内普遍缺乏,由此说明短链脂肪酸与糖尿病关系密切。 高纤维饮食就可让特定菌群在肠道内产生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能促进胰岛素分泌并显入降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除此之外,还有助于消除炎症反应,增加饱腹感,达到糖尿病的目的。 每个人都可适用于这种饮食方式吗? 相比之前的临床研究,尚不清楚哪些菌群在起作用,导致每个人的反应情况不同。 新的研究发现,在高纤维饮食的干预下,143种可产生短链脂肪酸,最优势菌中只有15株显著增加。 目前只针对这15个肠道菌株进行重点培养,来重点研究维持肠道菌群和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 未来更有希望能给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营养干预,来达到防两型糖尿,攻克糖尿病未来可期。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